从20条到新失调 短短一个月疫情反控政策骤然放开 多地阳性病例激增 大批患者涌入医院 发热门诊爆满 甚至被迫关停 一些患者需要排队整夜才能见到医生 严防死守三年的院感红线已经突破 一线城市大医院的医护感染数 从个位数飙升至近千人 尽量不死人 保住住院部成为一些医院的首要目标 在地级市和基层医院 许多医护人员甚至从未与阳性病例正面交锋 首次上阵即是正面遭遇战 他们的压力与恐慌可向而知 此前院感一向是全国上下数万家医疗机构的禁区 为防院感许多医院被迫拒接病人 大幅压缩门诊和住院手术 与此同时 大批医护人员被抽调核酸方舱前线 医患矛盾丛生 医院之不可为不能为 即为外界诟病 亦是广大医护人员内心无奈之痛 如果医疗管理做得不好 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院内感染导致减原 同时患者感染死亡率增高 面对这场生死时速的大考 也有医生对未来表示谨慎乐观 认为愿感追责取消之后 政策与人为的干扰减少 医院能够腾出手来 专心应对疫情的冲击 无论悲观或乐观 上至超一线城市的顶级医院 下至限域末端的基层医院 战前甚至战时的紧张氛围 已经压到传递给每一名医护身上 近两周以来 奥美克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撕开了北京众多医院的防线 感染的医护人员从几十人飙升至几百人 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 11月30日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内 陆续有涉阳情况发生 仅一天之后 第一例医护人员阳性 便出现在发热门诊 随后不到一周的时间 医院里数个科室 从患者医护人员到保洁 护工在内的医护人员 相继出现感染 彼时疫情防控新失调尚未出台 核酸人员均要被集中隔离 化名万灵的护士长和科里的每个护士 都在办公室里准备了便携式手提包 里面放着换洗衣服 洗漱用品 各种小零食和卫生巾 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一旦有情况拎着包就能走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放开 院内感染更是势不可挡 这道曾被卫健委305生的绝对红线 在位在医疗系统内外被公开提及 在这马加坡西路 马加坡地铁站 找门西地铁站 应该是B出口出来 这叫叮当智慧药房 他们有药 倒说不卖 我要给孕妇 我媳妇怀着孕呢 医院说只能吃了一条泰诺林 就这个女的 她跟我说没有 这个我趁他们开门 我偷偷进来 来 网友们看看有多少药啊 全是泰诺林 我就阳哥她呀 我说我求求您了 您就卖我一盒啊 我媳妇阳性发的烧呢 她跟我说不知道价格 来 她跟我说不知道价格 来 看看 写的价格呢 就是不卖呀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是不卖 我帮你们出着名啊 口子一旦被撕开 感染人数便不会休止在各位数 院内感染的冲击潮 比预想的更快 更猛 据北京一位三甲综合医院的工作人员 透露说仅仅一天之内 她所在的医院便测出来了700多医护养性 部分专科近乎全部中招 最后只能留一位医生坚守科室 截至12月7日 北京另一家大型三甲医院里 根据化名为马翔的管理者透露说 每天因本人养性家人或同事养性 而不能到岗的人员累计达到了700人左右 这个数字约是该院网站上公布的全院职工数的20% 在距离北京不远的河北保定 医疗资源更为薄弱 也更早遭到病毒的猛烈冲击 部分医院在冲击下甚至取消了院内核酸 根据受访者介绍 该市一家二甲医院里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已经养了 三分之一的医护出现了症状 只差抗原结果一垂定音 而剩下三分之一阴性和阳转阴的医护苦苦支撑着整座医院的运转 化名为田径的医生 所在的新生儿科只有他一个医生和几个护士在港 照顾七个与新冠无关的重症婴儿 他自己的抗原结果刚刚转阴 仍有点咳嗽和浑身法力 据他说我们科已经算是轻松的了 像是呼吸科感染科急诊科神经内科这种科时 等不了抗原的阴性结果没有明显症状就得反港 否则无法维持正常的诊疗活动 他还说现在医院除了发热门诊外的门诊量都在下降 住院量也只是同期的一半 他们医院早早的取消了院内核酸 对抗原也不再做要求要不要自测抗原 由医护自己把握 如果测出阳性也自行上报给科时 再居家隔离 岗位不能丢 但身边的同事相继中招了 今天左边的诊室关了 明天右边的诊室也停了 迟早会轮到自己 除了无法消解的疲惫 还有一股无形的精神压力笼罩着医生们 有一位大夫说 一开始还是会有点担心感染新冠 后来得的同事多了 也就麻木了 但还是会担心 工作要怎么继续展开 有的医护也担心 养了之后会把新冠病毒传给家人 在社会面全面放开之后 医护感染的概率无疑会变得更高 而万灵的父母属于新冠疫苗 禁忌类人群 高龄伴有恶性肿瘤 对于自己万灵一点都不害怕 但是脱下护士服 离开医院下班之后 他和无数的普通儿女一样 有自己的软肋 忧心属于薄弱人群的父亲母亲 中国的小城医院 涌入第一波阳性病人 曾与疫情交手多个回合的 一线城市大三家医院 此刻正式陷入一场大规模战役当中 在很多中国普通城市 这将是与阳性病例的第一次交手 密布如星盘的小城市 逐渐被疫情包围 医疗机构的压力陡然增加 没想到疫情终究还是来了 山西省南部 一个三甲医院的感染科主任 化名为何盈盈的说 上周四下午 医院首次接诊了两名阳性病例 那是三年来的第一次 过去三年来该市一直严方严控 所有灵性的外来输入病例 都在第一时间被管控 黄马医院之外的医院 没有任何接诊阳性病例的经验 但自今年11月以来 当地疫情爆发 数千人感染 原本设置好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 已经人满为患 何盈盈所在的医院派人支援 前所未有的导致6位医护感染 在这些中国最普通的地势里 往往人口百万 城市里的几家三甲医院 仅能够勉强覆盖当地人口 所需的医疗资源 当真正面临第一波 阳性病人的冲击时 迷茫措手不及 是多数医疗机构的状态 12月6日起 优化就医流程的方案 自国家和省市层层下发 但到了医院里政策执行一团糟 此前与大多数的普通城市类似 该市在当地卫健委的调度下 设置了红马黄马医院分流患者 最新的政策则打破了此前的方案 在单体医院内划分独立区域 接诊阳性患者 即使收到了政策 但何盈应所在的医院 一时间并没有启动 院内分区的流程改造 因为不知道怎么做 何盈应还有诸多的困惑说 市里的文件要求把方舱医院 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 收治普通型和没有重症倾向的阳性患者 那么过渡期间阳性患者是送到方舱 还是在医院里收治呢 对于零经验没资源 缺人手的地方普通三甲医院来说 大城市医院的模板做法似乎格格不入 随着疫情管控的放开 留给这些医院的窗口期不多了 医疗机构已陆续进入治安时刻 随着感染人数不断走高 疫情防控政策迅速调整 最先被冲击的大医院们 已经开始面临着每日一遍的挑战 12月3日开始 虽然公开政策尚未松绑 但是北京多个社区 已不再强制要求阳性患者去放舱隔离 居民上报自测抗原阳性之后 得到的回复是可以在家自行隔离 等待痊愈 彼时北京的方舱和定点医院 几乎全部满园 许多非定点医院面临两难的局面 阳性患者无处可转 无症状或轻微阳性患者 往往被劝返回家 有基础病的则留在自家医院原地治疗 然而两周的变化对医院来说风起云涌 疫情三年 医院第一次感受到政策和应对策略 都坐上了过山车 12月7日疫情防控新十条发布 社会面核酸被取消 多地卫健委相继调整政策 令医院门诊不再查看就诊患者的核酸阴性证明 但医护的每日核酸依旧进行 大规模院感来袭 这给医院管理者们带来了普遍的压力 12月9日 另一位北京大三甲医院的医生说 阳性医护原则上还是不上班 但院里已经通知由各科室自行把握尺度 医院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不能停工 所以医护只要没有症状 能上班就上班 12月10日 多地医院几乎完全松绑 医护人员作为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 需一天或两天一测核酸 这一持续三年之久的惯例成为历史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 中国的大部分医院里几乎每天都发生着变化 这成了另一种新的日常 同一天里上午和下午的情况不一样 第二天和第一天又不一样 有时候一天能够开五场会议 根据最新的会议内容 大家都在试着执行 每家医院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一位医生这样说 他所在的医院由于医护人员不在测核酸 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也不在闭环管理 加上北京二级医院发热门诊的增开 人手压力意外的缓解了一部分 同一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在疫情防控直播公开会议中提出 要控制整体感染人员的比例 做到医务人员尽量少养尽量晚养 把时间段延长 不要聚在同一时间段爆发感染 医护人员改戴N95K N95口罩 发热门诊核酸采集点和进入阳性 患者房间的医护还要穿戴隔离衣 帽子 手套和面瓶 12月10日晚 北京市急救中心发布重要提醒 呼吁新冠无症状感染者 轻症患者请勿拨打120热线 为急危重患者流出急救热线通道 在国家卫健委公开的信息里 北京协和医院已经在加速推进发热门诊 急诊阳性隔离病房的扩容 接下来的一两个月可能是医疗机构的治安时刻 医院要做的所有努力就是要比社区感染的速度慢 只要熬过最近一个月 下个月的压力就会比较少 但高峰期会遇到很大的压力 如果医疗管理的不好 一定会出现比较大的院内感染导致减原 同时患者感染病死率增高 张文宏在华山医院的疫情防控直播会议中 如此说道